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个吴亦凡让我觉得这个电视屏幕实际还会减弱人的这个面向的这种吸引力 真的见到真人我觉得眼前一亮 谢谢吴大老师 我也这个感觉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你说我一大男人 而且我其实有点排斥那个偶像 但是我都被他吸引了 就离这么近 真的是这样 对吧 你觉得世界上有长得这么精致的 没有毛刺的人 你再跟你比 你再夸他就害羞了 对 我已经害羞了 对 那咱讲点这个 亦凡最近这个老炮的这个电影成功 火到一个什么程度 传回你耳朵里的你有什么感触吗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开心 首先特别荣幸能够成为这个电影的一部分 我觉得 然后之前一直觉得这个 小飞这个角色像一份礼物一样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组里面成长了很多 然后现在看到电影这么的好 有这么好的一个收获吧 所以我觉得让我朝这个演员的这个目标 又靠近了一步 所以我觉得特别开心 然后要特别感谢光吴导演 小刚老师 这个那你当时找他说实话是商业考虑吗 因为我这次是第一次走向这个工业化生产 前面基本上算是手工作坊 所以你既然是跟华裔这种大公司合作走向工业化生产 你就得承受工业化的一些要求 所以这个伊凡他们这些都是这个要求里面的 但是我是可以拒绝的 你知道跟伊凡的这种合作是完全建立在 我比别人幸运的基础之上 就是我们俩真的有机会坐下来 好好安静静聊天的时候 他对我来讲并不是个偶像 他是一个特别 首先是他单纯善良一小男孩 然后他的那个热情啊 就对于好的电影 好的演员 那个热情非常感染人 同时你慢慢你会发现 他身上有很多很多那个潜质 是应该拿出来的 远远不是那个偶像能够给到的 那么这个前提下 我就特别乐意好朋友了 一块就搭着棒子就做这事 而且我觉得目前回头说 其实是乐趣横生 真的是 比如说乐趣在哪 很享受 你比如说 你就说从伊凡的粉丝角度 他永远看不到 他身体里边有一种 桀骜 不逊 那种叛逆感 就有点像 我老说像那个詹姆斯迪恩 似的那种气质 但是我能感觉到 我希望通过一个不同平台 能把它拿出来 对 这很乐趣 就是以前我看你演戏啊 就是觉得特别帅啊 但是这次演那个 这个小飞小爷 这个走出来的时候 有一种狠劲出来了 你觉得是第一次拍的时候 就有这劲吗 还是他怎么跟你说了说 其实导演在这个拍之前 还是我们聊了很多 然后包括这个 其实小飞生活的环境 这个修车场什么的 我都看过一些照片 一些资料 然后其实他这个背景 喜欢就改装车 然后是一个这个 比较叛逆的一个孩子 跟我也有一些 我也会有些共鸣在里面 对 然后包括其实跟以前 第一部戏很大差别 是这个内心 其实有了这种改变 我觉得 就是一开始 其实对表演的话 有时候会特别紧张 因为没有这个经验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不能 没有那么自然的 一个表演出来 所以就会觉得说 这个有些时候 内心应该是进入角色 可是我在想别的事情 但是拍小飞的时候 演小飞的时候 这个感觉就会慢慢的 不一样了 当然对手戏 比如说小刚老师 这个帮助特别特别大 因为演员很多时候 对手戏会帮你入戏 然后就是导演 跟我说这个人物 是帮你入戏呢 还是会让你感到 有威胁有压力呢 他演的那么好 老炮 我觉得小刚老师就 像没有在演一样 就特别的真实 我感觉六爷就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 一个人物一样 所以说当时这个 特别帮助我进入小飞 这个角色 我觉得我这个时候 必须要 比如说需要对抗 比如在后面 我觉得真的是尊敬 这个人了 开始 就由内而发出这种 这种感情 所以就是会真实很多 然后让我自己也会 幸福这个角色 给他带着你 对 但是你说啊 就是说你像这个 你对老炮 是已经听过了很多 就是你是很熟悉的了 但是你像你 从小在 我在知道 他在广州长到十岁 去加拿大 这么一个成长背景 当你理解这个六爷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那是中国一个很特殊的时期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他还有这种文革的这种背景 而且是胡同里的这么一个老炮 你觉得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的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我在南方长大小时候 但我觉得我们这一部戏 其实就老炮这个人物 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 还是世界各地 其实都有这样的人物 所以其实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不分地语 都可以去理解的 就比如说 我觉得小飞这个人 他是一个这个胸中有侠 胸中有江湖的一个小孩 我觉得我也是 我特别向往这种 就是很热血 很血性 讲义气 这种东西 我觉得每个男孩 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梦想 所以其实当我发现这个 六爷是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 感觉就是是一个我特别想成为的一个人 很有共鸣感 也很理解为什么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也是很多人问 最后这个电影 六爷这条命 就是结在冰湖上 最终他没有冲到这个小飞面前 假如说 咱这想象 咱假设以你对这个人物 和你对你自己这个人物的理解 他要是最后挥这个军刀 真到了你面前 你会怎么样跟他干 他不会出小飞去的 会放过他 还是会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 首先我们 导演也跟我们说过很多次 其实这部戏 真的拍到打戏就不对了 这个感觉就 所以不会有真正的打斗 但我个人认为 就是个人立场 我觉得是不是延续 真的六爷冲上来了 小飞出于这个尊重 还有成全 会不会也会上去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他的一分最大的尊重 就是你都冲上来了 我是不是 也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家有种当年的公本五脏的那种 跟着乐在一块 尊重对手 是吧 因为感觉如果 我呆在这 好像真的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延续 不会的 因为这个力量 它有点像当年 那个甲午风云 李某然 那个就是等于说 带着一破剑 然后要撞成吉 最后一口气没撞上 我觉得那个力量 影响我到今天 它会比撞上 更有力量 这是你的情节了 对 对 所以这个电影啊 还有跟这个管管虎导演 还有很多可聊的 评论太多了 我觉得就说的太多了 甚至你知道吗 很多人甚至有这样的看法 就出了电影院啊 一边抹眼泪 一边哭一边 这个电影有问题 这个电影有问题 但是这么一种感觉 我看就哭得稀里哗啦 但是呢 很多人比如说有问题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认为导演拍一个电影 要不要讲价值观 当然要讲 价值观看怎么说 因为我听了很多 普天盖利的 我从原出发点很简单 就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各阶层 各行业从自己的角度的 不同的解读 我觉得对电影而言 是好事 这点就拿来给大家讨论的 但我要说另一个 就是咱们先暂时把国内观众啊 就是先放放在一边 你比如说今天就是北美市场 欧洲市场 他们大量华人去看那边 他们离祖国远啊 他们反应会更激烈一点 他们所有的回馈到来以后 如果说假设价值观 无论谁说有问题 或者这对那不对 那这些人全有问题 就是如果他们全有问题 我认为那是对的 那说价值观有问题的人是有问题的 这个大概能明白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电影啊 一般你看他塑造的就是这一个 六爷就是这一个 这个小飞就是这一个 是吧 他电影总是这一个 但是呢 如果你一个电影太火了 太成功了 我跟你说 他已经超出了这个意义之外了 就是很容易别人 尤其中国人很容易有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说哎 这电影这么样的这个家喻户晓 那么难道说 这个冯小刚这种老炮 是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吗 这是咱们的一个思维模式 甚至于有人说了 就说在管虎的心里啊 是不是他就说是 暗中就是肯定 冯小刚代表的这种东西 和瞧不上现在的新一代 甚至就是说 难道这个新一代 就是小飞这种吗 开着豪车 是吧 没有规矩 不讲礼貌 难道这就是 这个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吗 哎 老实讲啊 我自己觉得就说 你电影塑造的就是这一个 实际上就我个人接触啊 要不说我也是贤贫爱富 周围的朋友呢 富人也挺多 或者说官二代也挺多 我个人的观感 哎 其实 那个特别桀骜不驯 或者不懂不懂礼貌的 是极少数 就我自己接触的 大部分看上去 其实就跟这个亦凡差不多 好像都是很寻量 甚至我有时候会觉得 现在有些富二代 太寻量了 太老实了 就是见到这个叔叔啊 什么的 家里家 家教好像太懂礼貌 我是觉得很多人会跳出来 然后用自己的这个 所谓一体之间去分析 因为电影就给人评论 其实无所谓 但是其实我认为 评论之前 其实还是要先明白 看懂 比如您刚才说这个富二代 他只是其中电影当中的一个形象 形态而已 这里面还有好多形象 其实同归90后 咱不是有一个正红 90后一小孩 六爷给他钱的 那么李峰演的这个也是二代 他的二代 他等于回身去 去替六爷挡着一拳 就他这个传承和沟通感 其实在神交上 他跟六爷也是有神交在里边的 所以我觉得说可以说 但是一定要先就是大致能明白看到 这个是作为创造者最大一欣慰 对我来说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 这个多多想了哈 我看你演的这个小飞啊 哎我能在某些地方看到某种绝望感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角色的心理动机 好像你的有些个电影里边的那种表现 让我觉得就说这个官二代或者富二代 他那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是 对自己的对自己的什么绝望 对 其实这个小飞这个人物就是 其实真的跟一般的这种 咱们说这种反派 其实真的差别太大了 其实导演也说过 这个戏里面没有反派 其实两代人立场不一样 时代也变了 对于小飞来说 就是其实 我觉得这种现象 其实现容也挺多的 就是其实他缺少这种父爱 他其实缺少家庭的关爱 家里可能给他很多物质上面的满足 你可以愿意去做什么都行 那偏偏他 他偏偏是一个非常这个 有血性的 非常向往这种 这种江湖的这样一个小孩 比较叛逆 比较有思想的一个孩子 所以他想要去闯一闯 他觉得我不能这样 所以比如说在片里面 这个一开始拿那个小鲤飞刀 然后那个公叔问他说 这个这个 他就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 就是我不想要被被家里面管着 他不想要被束缚着 然后包括他一开始 比如标车那一段 他们问他说小飞你怕不怕 他说他怕 他其实还害怕 但是他还是想要去 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这个内心活动 各方面其实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 跟大家想的是很不一样的 他是有他的真的那个困扰的 他对他的成长 对他的未来 其实是迷茫的 我觉得 所以说他为什么会觉得有点绝望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 就是他 好像你小时候也喜欢改装车 对 是的 是吗 你以前知道吗 我知道 我们拍之前知道 对 你开过这种改装车吗 我 我就没怎么开过 因为那时候家里面就一台 一台小车 跟我妈一起开 但是我特别希望有一台 自己的改装车 这是一个梦想 结果在老炮里实现了这个梦想 实现了这个梦想 所以我特别的有这种 有共鸣的感觉 你现在可以了 你现在在生活里 可以弄辆改装车了吗 其实也没什么机会开 而且在北京 其实没什么机会 因为老堵车 你享受那种飙车的乐趣吗 我觉得速度感 其实年轻的男孩 应该都挺有这种向往的 按说 依凡从家庭上来说 你本人并不是富 你家境我不知道 对 他也确实富爱 一样的 就是跟父亲从小比较少交流 对 没有什么交流 那么就说 他对小飞这个人物 也就比较能够容易 理解他的这种来由 对 我觉得 也是因为自己的 这个本身的经历的原因 所以会更加的有 有共鸣的感觉 这我觉得也是 为什么导演 可能当时 导演其实当时说的时候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就是导演说 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 怎么去演小飞这个角色 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 是特别狠那种吗 特别坏的 还是说 怎么样能够 把这个对抗感演出来 但是导演就跟我说 说那个一凡 你平时就是 自己这个状态 安静的状态 其实就是 小飞的这种样子 他身体里边 有一种忧郁感 那个忧郁的感觉 他有可能 粉丝唱歌的时候 那瞬间 或者那个舞台上 那个状态 他都不会 你不会感觉到的 他只有安静下来 你就觉得他身体 深植的 有一种忧郁的感觉 我觉得在 这个小飞 这个人物身上是需要的 就是我倒 我倒没觉得到绝望的程度 但是那个抑郁之气 因为他 他很不自由 那个人物给他 就不自由的 他都是被命令的 虽然是物质上 相对比较丰富 所以他也渴望的是一种 他不是说江湖 渴望着自由 奔驰 他也是这么一孩子 男孩大多数如此 是是是 所以这样的话 老中青三代人 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我觉得根上是这样 其实是这样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一凡 你是怎么找着这种 官二代 富二代的感觉 因为你在温哥华生活过吗 对对对 我原来咱们都是听说 肯定也是少数吧 但是就是说 当地有些华人经常会说呀 就是招摇过世 开着跑车 在加拿大 你见过那种孩子吗 还真见过 而且身边还挺多的 但是我不跟他们玩在一起 对 但是你这表演 也想起了他们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 我不是小时候 喜欢这个改装车吗 我就看身边朋友 有特别特别的羡慕 特别特别的羡慕 但是当时我的 其实这个 各方面 包括妈妈 其实家教特别严 然后各方面 这个条件也不太允许 所以我没有机会去尝试那种 那种生活 就真的是开着改装之后 那种声音很大那种 我觉得特别过瘾 特别想试一下 这次小飞这个角色 真的是让我 就是圆了这个梦想 你知道我不知道 管导演有没有这个 前一阵有个话题 他们都聊那个 陈冠希呢 就是出了个纪录片 有人有一个感慨 但这种感慨 不知道该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 我们这个演艺圈啊 好像对这个 所谓坏孩子 越来越不太宽容 哎 都是你看 出来的这个青年偶像 都是所谓那种 就我觉得一凡 就属于那种优质偶像 就是你看到他 哎 永远是就是 特别的这个善良 或者训练有素 就是有理有节的 就这样一种感觉 但是你看 现在出现的一个挑战是 在你的电影里 他要演一个 有点邪性的 这么一个孩子 我们其实没有把这个 就是父子啊 做做成一个 就特富裕的父子 做成伊凡 那个身后背景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他反而咱们聊的 都是团队 就是那个团体感觉 就是那一群的孩子 那个那个状态 然后呢 我认为 我我倒没想到 演艺圈这块 但是我觉得男孩是 多面的 男男性色彩 我觉得更多呈现出 一种野和对自由的渴望 我觉得是尤其少年时代 青年时代是必不可少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值得责怪的 所以我认为 包括咱们刚才你说速度 其实我本人也特别喜欢速度 他说怕 怕他也要享受这个速度 这才是男孩死吗 就还是有一脉相承 那个东西在里边 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界定为好和坏 恐怕太过于一刀切了 作为男性色彩本身 还是应该他尊重身体里带来的那种原始冲动 我觉得那谈不上好坏 应该是 就是动物性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看像伊凡 生活里见到他 你就觉得简直是个好好学生 是吧 而且呢 这个甚至爱恋爱好都是健康的 就是打篮球 甚至我看他们采访你啊 我觉得有意思 有个记者啊 你知道有个 有个澎湃新闻的一个记者 在朋友圈里有个发 他很生气 说你的粉丝们 他采访你写了一篇文章 但是你的粉丝们说是他编的 他很生气 他说难道你们粉 你认为你们粉的偶像 不会说话吗 确实都是他自己说的 就说你讲的 他里边提到一个就是说什么呢 就说好像很多动画片 按说8090后 他们这个动漫长大的一代 他说但是你出乎意料的都没看过 我看的特别的少 他说的那几个比较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时候可能是生长环境各方面的原因 就是导致反正我的儿时基本上都跟篮球有关 篮球占了80%的时间 唯一看过的就是灌篮高手 我其实特别喜欢就是你说的 一凡他不是那种就是常规少年状态 因为他个人经历造成的 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规矩礼貌 他的单纯和阳光造就了 我们有机会把他另一面拿出来 更有力量的拿出来 咱们刚才也在聊 就是结结巴巴的演戏的都不结巴了 是吧 他平常生活中特阴郁 他演那个喜剧演特好 平常特喜剧你是不见得好得了 为什么 能量淤积在另一个地方 在身体某个角落里淤积着 早上假设我们有个电影平台拿出来 我觉得是最好的 那么这么很阳光的一个男孩 就像我当时跟他打交道的时候 我相信人都是很多面的 他绝不是展现给你这一面 或者两面性的 甚至可能是九九八十一面的 我们有没有机会 把他那一面拿到电影里来 我相信那种涌出的力量会更强 因为大家都是人都一样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你印象很深的 这个管虎导演跟你聊到多深 为了诱导你演戏 或者演出某种状态 我现在让妈妈 就我们两个人自己在一起 平常妈妈在旁边 有时候经纪人妈妈 反正会有人 人不行 他得跟你单聊 会管得比较严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其实还刚跟您说 就是怕是一个反派的角色 因为第一也没试过 第二觉得这样的形象怎么样 但是后面其实真的发现 这绝对不是一个反派角色 他也是一个就是 我看完之后 第一我特别喜欢这个人物 觉得特别的过瘾 有血性 第二他开始别人看完之后 还会心疼的 会觉得说这真的跟我想的不一样 有转变 角色有成长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当然老师说 你以后拍戏选角色 无论怎么样 一定要选 这个角色是有成长的 就是从开头到结尾 他是发生了改变的 这样的角色 这样是值得你去尝试的 所以我最后看着六爷冲过来 默默流下眼泪 对对对对 包括在这个房间里面 跟六爷对话 这个头发变成黑色之后 就会让你演 就是有一个塑造的空间吧 对这个对这个角色 这样的这样的人物是有意思 也是值得去去去去诠释去演 我觉得像是你 我觉得你看 我能感觉到啊 就是对自己作为偶像啊 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啊 但是有时候我也很好奇 就像这个管辅导演说的一样 就人都得差不多 你有没有实际上也是很狂放 很狂野或者hold不住 但是也许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那样 你会你有那样的时候 有我也有 一定有 像导演说的人都是多面性的 我特别赞成这一点 只是说呃就是有时候确实 工作的时候会有工作的一面 就我觉得我还是挺工作狂行的 就是我特别希望把工作做得特别好 然后像拍戏这种 我觉得特别就是不能辜负导演 给的这个信任跟期望 所以我会尽全力去把它演好 但是私下我自己也会跟年轻人一样 其实我也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聚在一起啊 大家喝个酒聊聊天干嘛的 会喝大了吗 我也有喝大的时候 会喝醉了 也会喝醉 就是其实很就是人真的是多面性的 只是说我觉得在跟不一样的人 一定要有不一样 就是要懂规矩 要守规矩 嗯 必须要守规矩 我觉得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而且我也觉得就有有一点 就是说你看呃 你现在呢 就开始说要守规矩哈 但是过去我们觉得像我们小的时候 就像这个电影里的所谓老炮 那个时候感觉啊 又是那种好像非常的野孩子 到处掐掐架呀 那种今天的 所以有人说就是今天的孩子 难道是比那个时候的孩子差劲吗 反倒有些人会说说今天的孩子 实际上比当时的那帮孩子啊 就好多了 又懂礼貌 又懂规矩 不知道你对这个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时代不同了 对 然后这个环境不一样了 我相信 也会有那样的那样的孩子 但只是说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的生活的环境包括周边的人啊 各方面会会会会改变我 也导致我不能成为那样的人 比如就是生活轨迹不一样 生活经历不同 我觉得我相信这个一定是跟每个人的这个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相信在那种环境下面的话也会有那样的也会有那样的孩子 而且我还听说就是说现在人家亦凡不愿意别人叫他小鲜肉 别人叫你什么呀 小爷 为什么呢 小刚导演提的 对 小刚老师给了我这个就是说以后可以叫小爷了 演完老炮之后 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就是小鲜肉我觉得太太外在太表面了 而且我也不太确认这到底是一个奥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 你自己不意识到自己有着很俊美的脸庞吗 或者会会会自己自己爱上自己 不会真的不会真的不会 我要长成你这样我天天照镜的 那就 一凡这点特别好 就是你从外边判断你会以为他是一个柔柔弱弱的 甚至有点阴柔的这么一个男孩 事实上接受下来包括咱们电影也拿出来了 我觉得他挺汉子的内心 挺汉子的 那个就北京人叫挺爷们的 嗯 做事 然后其实包括他对人对事态度上 我觉得挺汉子的 这个是我最欣赏的一点 就是 哎你要说这个那我又聊你了 你知道这电影引起的这个议论之多 以至于有些女权人士都站出来说 关虎典型的胡同之难 完全是男权啊 对这个把这个许晴当成就说是女人怎么被误化 你听了这种议论了吗 偶尔会有 但是你说首先第一个对我来讲这种议论不是什么坏事啊 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兴趣爱好受教育背景出发 他去分析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从创作之初原出发点不是这样 那就是给出来多少算多少 那拿到什么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我的态度 像比如说就是不管是不是胡同是不是直男爱 我们很多男人对女人 比如说六爷说女人 其实跟上他坐出租车里那滴眼泪 就是男性啊 他对女人不是 这不咱们说女权主义啊 对女人他不是一味的一种形态 就对女人的尊重和爱 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和形态 胡同身处 假设你们认为的直男爱 也许他的爱和尊重比你表现出来的更深了 是 我跟他们的解释就是什么呢 我就是说 他是在还原那个时代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那些小痞子们 小玩闹们 他对女人确实就拍婆子 他是这么一种关系 你可以站在今天的时代去批评他 但是他要拍那个年代的事 他还不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吗 没关系 就是得隐许人家说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机会拍小样 那对女性的那个女权主义者 就会他们觉得会很好看 这还有续集吧 也许吧 还拍小胖 小胖